看看新闻网 不管怎么样 让我们一起来祝福他 说出你的故事 由于自己栏目的经久不衰 说陈鲁玉是个故事大王 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他总是非常热衷于 挖掘别人的故事 不过对于自己的事 却是格外谨慎 特别是感情方面 从不在节目中与人分享 只在和嘉宾交谈中 稍微透露过一点点蛛丝马迹 事业 我觉得男的可能是 最看重事业的 我觉得我猜想正道肯定觉得 如果是年轻的时候 你肯定会觉得爱情是第一位的 长大以后肯定事业是第一位的 吵架是一个特别低级的手段 因为这样会激怒两个人的矛盾 伤及特别没有必要伤及的情感 你说话冷战更不好 男的是要制造浪漫 女的可能更多是享受浪漫的过程 对吧 比如祖风这种浪漫 你这种浪漫 你这种浪漫 我们都可以照单全收 没问题 对 管用吗 管用 不过随着今年六月 有媒体捕捉到陈鲁玉 与神秘男子相会上海滩的行踪后 这位故事大王 丰富的感情故事 再也藏不住了 2013年6月18日下午 陈鲁玉出现在了上海浦东机场 看上去有些紧张 微低着头 快步前行 在与他半步之遥的地方 有个推着行李箱的 目测大约40岁的白衣男子 一步一驱 一路上两人刻意保持着距离 之后两人一起来到机场停车场 陈鲁玉和白衣男子坐上了同一辆车 半小时后 那辆车停在了外滩附近的一家酒店 禁止走进酒店的陈鲁玉 并没有等待同行的白衣男子 而是急忙从酒店侧门的电梯上楼 直接同往二楼餐厅酒餐 而白衣男子 则在独自办完手续后 才到餐厅与陈鲁玉相对而坐 整个交谈过程 陈鲁玉始终面带微笑 心情不错 这顿饭持续了长达两个多小时 就餐完毕后 两人一同走出餐厅朝客房走去 一开始白衣男子与陈鲁玉并肩而行 表情温柔体贴 但陈鲁玉表情变得有点不太自然 随后那位男士错后半步 两人一起进入电梯间上楼 与男子一路同行并不奇怪 甚至举止暧昧也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 这位男子并不是陈鲁玉的丈夫朱雷 这才引出了人们对故事的好奇心 陈鲁玉与丈夫朱雷13岁相识 18岁相恋 21岁分手 后来鲁玉远赴美国求学 嫁给了个美国丈夫 但很快她又与养老公离婚 与朱雷重温旧梦 鲁玉送给大家的一个新年礼物 就是鲁玉把她的一个最新的喜讯 在第一时间透过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一起分享 鲁玉的那个大学的初恋男友 现在已经成为她的丈夫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现在在一起 失去才知道珍惜 这段感情应该更为长久才是 但朱雷与陈鲁玉同为电视新闻从业人员 陈鲁玉无论在事业收入还是名气上 都远甩幕后工作者朱雷好起条街 作为丈夫朱雷压力山大 再加上陈鲁玉婚后一心扑在事业上 与朱雷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 更有知识人士透露两人早已分居 离婚手续也一直在办 但因为要在香港离婚 两人之间又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所以迟迟没有离婚 与此同时 之前和鲁玉在上海滩有约的神秘男子身份也被曝光 白衣男名叫龚浩文 吉林人 李陈鲁玉大几岁 中国导演网CEO 熟知龚浩文的人表示 龚浩文在上海和北京拥有多家公司 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时装品牌代理 身价不俗 更有消息称二人真心相爱 是奔着结婚去的 日前陈鲁玉墨镜遮脸 一袭红衣现身机场 完全没有受到离婚传闻的影响 笑容满面的他 右手无名纸上 带了一枚鸽子弹大小的钻戒 闪闪发光 这不禁令人猜测 难道是与新欢好事将近 尽管故事大王的故事还没成定局 但旧爱新欢错综复杂的情节 已经足够让网友们喷上一阵子了 新节目快要播了吧 炒作呢 棒棒糖也有春天 新闻在线综合报道